大家好我是小群 那今天這部影片主要是一個實戰後的分析 那昨天我已經試玩過紅靈這張卡片了 那我也上傳了這個實戰影片了 還沒有看過的可以去看一下 那這張卡的話會在禮拜二的凌晨12點的時候推出 那目前的話不確定官方會不會再改 但是就目前的技能來說 我試玩過有一些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它的隊長技的部分是10倍率80倍 火屬性成員越多攻擊力跟回復力越多 那它這邊沒有這個硬限制 也就是說你可以借其他屬性的成員或種族的成員 但是呢就不會達到最大倍率 但是也不太適合借其他屬性 因為它的主動技能 大家可以看得到 隊伍中只有火屬性才可以發動 所以呢它還是比較適合全火啦 然後再來的話它還會有自產這個種族符石 種族符石跟那個應該不是自產 應該不是說自產 要那個移動符石時觸碰才會有變成人族強化符石 也就是說它這個隊伍比較適合放人類啦 那這樣效益會是最高的 那所以它的倍率呢不是只有80倍而已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看一下它的主動技能 就是最重要的解鎖嘛對不對 火隊第一張解鎖 然後再來的話兩回合內心降至0 然後把機率增加至火 然後再來也就是說你開了技能兩回合 就是沒有新珠 也就是說會變得非常危險 因為它這隊伍又沒有什麼兼具新的功能 一定就是要吃新珠 但是它的主動技又會把新珠機率變成0 然後再來第三個非常打臉自己的第二個技能 所有符石兼具50%火符石效果 那你這樣子幹嘛進新呢對不對 就所有符石都兼具火的效果啦 又不是說新的掉落把它降至0 這樣子火珠機率比較高嘛 但是你第三個技能就是已經兼具火了 所以其實完全沒有影響啦 還反而把它自己的生存珠 就是機率變成0這樣 有點矛盾啦我覺得 那接下來我們先講優點的部分齁 恢復力非常非常的高齁 試玩下來的感覺就是一組新 就直接回滿了 然後那恢復力可以到接近8倍 雙隊長的話 所以非常高 然後另外來說 解鎖也是非常必要的卡啦 但是我覺得 現在隊伍齁非常非常多種 所以如果說要 如果說沒有要為了解成就的話 我覺得這張卡其實沒有影響的 你大不了就一個成就不要解而已嘛 除非那個龍科 真的是強到像九光龍科這樣子 我才覺得這張卡可能值得抽 不過我覺得如果官方做球給這種龍科 那我就覺得可能 一定會被罵得很慘啦 所以我會排除這種可能性啦 然後再來的話 優點卡面漂亮 但我覺得這張卡真的做的蠻可惜的啦 說真的 那接下來我們講缺點齁 優點就是這樣而已 缺點就是很容易缺攻擊珠 因為剛開始我看這個他的 卡片介紹啊 其實我感覺他的倍率跟納茲不會差太多 但是打實際玩起來 差超多 為什麼呢? 因為納茲他可以自產攻擊珠 這張卡他不會自產攻擊珠 所以他的火珠一定是要靠天降下來的嘛 有時候版面可能還完全沒有火珠 所以他非常需要一個短轉火的角色 比如說像洛可可這種角色 但是現在隊伍誰還會放這個啊 對不對? 而且他有一個重點喔 他這個隊伍技能是火要滑過去才會變成火人族強化符石 你沒有滑過去的話 就沒有種族強化符石的增傷 或者說你滑過去 但是你沒有全部的火珠都是種族強化符石 那這樣子傷害也會變低一點嘛 但是他只有5秒轉耶 你要做的事情 除了轉combo還要把它切開 還要把火全部滑過去 這樣也太累了吧 對不對? 而且每個人 不是每個人都是轉珠神手嘛對不對? 那再來第二點的話 所以這樣子導致他的平砍非常非常的不穩定 很吃版面上的這個火珠 很吃版面很吃手轉 反正就是高手使用的卡片啦 而且高手還不一定用的很好耶 然後再來的話 第二點我覺得他缺點就是缺星珠 很容易會 版面會 就是會卡星之類的 而且 比如說這個雙子座薩卡的第二關啊 他不是會小怪打你一下就會一直一橫轉按嘛 對不對?很容易把星珠轉掉 然後兩隻都就是不間斷的齁 每回合都是 兩隻都CD2嘛 然後一回合打你一次 所以你等於是版面一直被轉按 然後星珠 你一個運氣不好可能就出去了 所以我覺得 吃星珠齁 的卡 吃星珠的隊長就是有這種缺點 你沒有間巨星的 隊伍的話就是很容易死我覺得 或者說 而且他的血量也不是說很高齁 那再來的話有人說可以綁比斯吉 但我覺得比斯吉通常會配一些 可能他的隊長技呢 有心有間巨攻擊珠的 會比較適合啦 你這張卡為了生存 你就要綁一張 這個轉星的卡 我是覺得有點可惜 他本身傷害就已經很低了 你還綁轉星的卡 很慘啊 對不對? 之前其他隊伍會帶比斯吉 可能是 隊長技兼具星 星兼具攻擊珠 或者是說 有星珠盾 帶比斯吉 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我們講這個 平砍 平砍也是超級爛齁 一組火珠的話 大概都只能打不到一百萬 坑波高一點 可能可以啦 但是通常打不到一百萬 非常慘齁 然後再來的話爆發 爆發也是沒有辦法到非常大的爆發 我們單張幾百萬 可能破千萬就已經很不錯了 而且破千萬可能還要繳兩個增傷齁 然後再來的話他可能大爆發齁 就是非常大的那種爆發 可能需要眼球 但是眼球 他不是人類 然後他這張卡的技能呢 又是 火轉成 人族強化符石嘛 所以剛剛有講到說 他放人類的效果會比較好 那你如果說放眼球啊 或者火哀啊 這種其他 其他卡的話 那個打出去的傷害齁 可能不到人類的一半 大家可以仔細去看我的實戰影片 那個火哀打出去的傷害都不到其他卡的一半 所以 你 你不能整隊都算他的倍率 除非你整隊都放人 不然的話你放其他種族齁 火的其他種族 那個傷害吃不到種族豬 那這樣就差了兩倍了齁 所以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因為人族 總不可能整隊都放人嘛 對不對這樣子 也不是說 人類的卡可以解全部關卡 對不對 你有時候還是需要借卡的啦 譬如說要打那個西歐夢魘 你不借眼球你打得到10億嗎 對不對 不太可能嘛 對不對 那再來齁 轉租時間只有5秒 非常非常的低落 就是以前的隊伍了啦 現在的隊伍現在基本上都要7秒了 呃 不但是 可能會有人說胃口大啊什麼的 但是現在的關卡真的越來越難 呃 不是說以前那種 5秒轉個45combo 5-6combo就可以解決的 那再來的話 還有一個問題齁 就是很多人都說 欸 帶卓羅可以 解決他的生存問題 那我就講了 呃 如果說你一張卡 你要綁比斯吉 又要綁短轉 短轉火 又要綁這個卓羅 哇 那你都不用爆發啦 對不對 你都不用解鈍啦 你就是 光搞他的生存力就已經 頭痛了對不對 然後再來 卓羅跟他的主動技 又有 又那個衝到 你開了他的主動技 你就不能開卓羅 因為他的主動技呢 有這個 浮石兼具的效果 所以 卓羅這個兼具星就不能開 這個就很麻煩 然後再來的話 不是全火的話 主動技也不能開 所以你也不可能 借其他的隊員 不然你借其他的隊員 你這張卡就不用 就等於廢卡一張了 那再來的話 他的血量 血量的話 主存人的話 大概2萬4 2萬5 然後你如果放火狼劫 可能到2萬7 2萬8 這樣子 但是血量直接應輸 那隻1萬的血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2萬5左右的血量 你在西游夢魘的水油那一關 你就 CD2打3萬 你也撐不住 然後再來的話 如果說 夢魘的第3 第3關還是第4關 那是光油 打3萬4 你也撐不住 但是這些關卡 納茲都撐得住 而且納茲才可以 就是靠火珠回血 他不用靠這個回復力 完全沒有卡星的問題 那如果說你怕卡 納茲卡星回不來 或者是 他可以帶卓羅 但這張卡跟卓羅 相信不好 所以 帶卓羅也不適合 那再來這張卡呢 他平砍已經很慘了 所以我們可能必須要靠巫女 才會來彌補他的平砍 那不開火屋的話 就沒有傷害 但是開了火屋的話 2萬5的血 很容易被先攻 或者是 你沒打死他 你就死了 我覺得這樣子的隊伍 玩起來 很痛苦啦 我覺得 很容易死 那主動技嘛 剛剛還有一開始講到的 主動技這個矛盾 新 新 進星兩回合 然後等於兩回合 沒有回血珠 然後 這個 也沒有 或是隊伍技能 也沒有任何什麼 其他珠兼具星 所以你這兩回合 等於是完全沒有辦法回血 然後第三 主動技第三個效果 又所有符石兼具火 那你心 那你心幹嘛禁掉 完全沒有影響 因為所有符石 代表說 新珠也可以兼具火符石效果 所以完全沒有 禁掉的必要 那以上呢 就是我對這張卡的看法 那我是覺得做的蠻可惜的 因為 如果說真的是這樣子的 技能的話 真的 他對我來說 就是一張隊員卡 如果是隊長的話 要以隊長來選擇的話 我絕對不會 可以 拿他當第一個通關的選擇 一定是 選這個龐貝 或者是納茲 或者是火北 絕對都比這張 打關卡打起來 來的舒服多了 所以這張卡 我覺得 就是隊員命 那除非官方之後 有可能再改 但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改 那以上呢 就是我對這張卡的實戰後分析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補充留言 那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 右下角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